微软Windows作业系统在19号大档机 导致全球各地的电脑陷入一片混乱 专家也形容这是全球前所未见最严重的IT档机 也有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资安专家表示 大家所担心的Y2K 也就是千锡重危机真的发生了 初包的资安防护公司现在已经找到问题 并且陆续解决 但是受到影响的电脑跟系统 并要全部恢复的话 恐怕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旅客院生赛道 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吉市 结束共和党拳戴会的代表 困在当地机场回不了家 连奥运选手也成了受灾户 在机场无助的等候 空中繁忙的交通瞬间冷清 航空公司正为如何消化庞大的旅客 在伤脑筋 电视台停播 工程人员花了好几个小时排除故障 勉强让节目播出 全球各地的交通金融电信 医疗媒体等用户哀鸿遍野 为微软提供资安防护的资安大厂重击 在进行防毒城市更新时出包 导致全球电脑大荡机 CEO出面道歉 公司负责人表示 随着系统重新上线并重新启动 电脑已陆续恢复正常 而公司股价也在当天崩跌 负责人身家一夕之间 蒸发近14亿台币 刘雍伟编译